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带来的巨大变化 什么是信息技术呢 它又是怎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呢 就请同学们跟随老师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同学们 在前面的学习中 我们学习了计算机硬件系统 软件系统 知道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机系统 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相互协同工作的 小达 小雅在制作电子书的过程中 正是利用计算机处理系统 高效地完成了电子书的制作 这些软件系统中 蕴含了大量的信息技术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数字信息的世界里 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信息技术 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 什么是信息技术 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们来研究这样两个问题 一 什么是信息技术 二 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主要是指 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 实现获取信息 加工信息 传递信息 使用信息等的相关技术 广义地说 凡是能扩展人的信息功能的技术 都是信息技术 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技术 感测技术是实现获取信息的技术 主要是对信息进行提取 识别或检测 并能通过一定的计算方式显示计量结果 如电子温度计 电子血压仪 燃气警报器等 都采用了感测技术的工作原理 目前人们常用的识别系统 如人脸或指纹识别系统 车牌识别系统 OCR等也是感测技术的一种应用 感测技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 而产生的摇杆遥控技术 如雷达技术等 使人感知信息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通信技术是传递信息的技术 实现信息从空间一点到另一点的快速 可靠和安全转移 信息传递技术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更大范围使用 比如移动通信技术 从90年代初期的两G发展至今已进入5G时代 数据传输速率大幅提升 覆盖面越来越宽 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计算技术是加工信息的技术 它包括对信息的编码 运算 判断等 使信息更有效 可靠 并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基础上提炼知识 发现规律 为决策提供依据 如分布式计算技术等 控制技术是在对获取的信息 进行加工和逻辑判断的基础上 做出决策 并对操作对象实施控制的技术 控制技术能根据指令 自动对外部事物的运动状态和方式实施控制 目前广泛运用于各自动化领域 刚刚我们介绍了四类信息技术 但现实生活中 往往是对不同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 而不是只使用某一种 举例来说 在高架路段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子交通路况指示牌 通过阅读指示牌 驾驶员可以了解各类文字交通信息 可以根据指示牌显示的不同颜色 知道前方道路是畅通 拥挤 还是堵塞 支撑着电子交通路况指示牌 正常运作的 是高架道路交通诱导系统 功能是引导出行者顺利到达目的地 实现交通优化 避免交通阻塞 有效地管理现代城市交通 该系统由监控中心 外场设备和通信系统三部分组成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这里运用了哪些信息技术呢? 是如何应用的呢? 可否尝试谈一谈呢? 小达 请你来试试看 老师 道路上有各种传感器 还有道路监控等设备 对信息进行实时采集 采集来的信息通过通信技术 传输到监控中心 由监控中心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处理后的信息 通过通信系统 传输到外场的显示设备 以不同的颜色或文字形式 发布道路的实时交通状况 引导驾驶员形式 小达同学描述得很清楚 不同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 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通过前面的学习和讨论 同学们可以感觉到 信息技术在我们身边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悠久 从一般意义上说的信息技术 在远古时代就有了 大约五万年到三万五千年前 人类产生了原始的语言 但由于语言是不可储存的 当时人们的很多信息 都不能够流传下来 约五千年以前 人类发明了文字 文字的产生 使信息更长久地保存下来 并传播得更远 公元105年 中国东汉时期 蔡伦改进了造纸术 公元620年 中国随末唐初 发明了刁板印刷术 公元1041年 中国宋朝时期 毕生发明了火字印刷 1837年 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 有线电报机 39年后又诞生了电话 1925年 英国首次播放电视节目 现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 正是在电信革命后 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造就了计算工具的不断更新换代 计算能力进步神速 例如 算盘是我们祖先发明创造的 一种简便的计算工具 机械加法机 是由杠杆 齿轮等机械部件构成 利用齿轮传动原理 手工操作实现加紧运算 1946年 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爱尼亚克 具备每秒钟5000次的计算能力 计算机的出现 大大的提升了人类的计算能力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处理信息的手段 近年来 在计算机技术方面 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 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自主研发的神威等超级计算机 运算速度可达每秒 10亿亿次 最近几十年 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 微波通信 卫星通信 移动通信 烟特网等通信技术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人类感知信息 处理信息 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随着信息化 在全球的快速发展 信息技术 已成为支撑当今经济活动 和社会生活的基石 同学们 你们知道哪些新技术呢 小雅 请你说说看 有大数据 互联网 人工智能 移动互联网 增强现实等 确实信息技术 已经融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下面让我们来逐一了解 这些新技术 大数据 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用常规软件工具 进行捕捕捉 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 是需要新处理模式 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 洞察发现力 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 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小雅 你知道什么大数据运用的例子吗 我听说过一个啤酒和尿布的故事 有一家连锁超市 收集了大量的销售相关数据 利用这些数据 在对消费者购物行为分析时发现 男性顾客在购买英文尿布时 常常会顺便搭配几瓶啤酒来犒劳自己 于是尝试推出了将啤酒和尿布 摆在一起的促销手段 没想到这个举措 居然使尿布和啤酒的销量都大幅增加了 谢谢小雅的分享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出 合理恰当的运用数据 能提高销售量 同理 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再加以分析利用 也能在其他领域产生巨大的效益 物联网是指通过 各种信息传感器 射频识别技术 全球定位系统 红外感应器 激光扫描器等 各种装置与技术 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 互动的物体或过程 采集其声、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 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 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连接 实现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 物联网是一个基于互联网 传统电信网等的信息承载体 它让所有能够被独立寻止的普通物理对象 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 小达 你知道生活中物联网的应用吗? 我家里有物联网空调 夏日延延 在回家之前 可以利用手机远程打开空调 回到家就能享受清凉 家里还有扫地机器人 出门后 利用手机可以控制机器人 进行全屋打扫 的确 物联网的应用 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了 人工智能 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 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 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 并生产出一种新的 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 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 该领域的研究 包括机器人 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关于人工智能 你们知道哪些应用呢? 我来说一说 我和妈妈去超市的时候 在付钱的时候 妈妈使用过刷脸支付 真的非常方便 我也有补充 我在制作电子书的时候 利用朗读输入 语音识别软件能够直接识别 生成电子文档 大大提高了效率 确实 人工智能在生活中的应用 节省了人力 提高了效率 移动互联网 是将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二者结合起来 成为一体 它是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商业模式和应用 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 并实践的活动的总称 移动互联网技术 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常见 小雅 你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无论在商场、餐厅、超市 甚至菜市场 我们都可以看到 人们掏出手机扫扫二维码 就实现付款 这种无现金支付的方式 免去了出门带钱带卡的繁琐 我觉得真的非常便利 我在坐地铁的时候 还经常看到大人在地铁上 利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移动办公 移动互联网 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呢?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使学习工作更高效 但也要警方成为低头族 增强现实技术 是一种将虚拟信息 与真实世界巧妙融合的技术 广泛运用了多媒体 三维建模 实时跟踪及注册 智能交互 传感等多种技术手段 将计算机生成的文字 图像 三维模型 音乐 视频 等虚拟信息 模拟仿真后 应用到真实世界中 两种信息互为补充 从而实现 对真实世界的增强 小达 你知道哪些 增强现实技术的应用吗? 我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体验过增强现实技术 带上博物馆提供的专用设备 可以看到古迹上的文字解说 还能看到 遗址上残缺部分的虚拟重构 体验非常真实与震撼 确实 增强现实技术 使得形象更立体生动 呈现形式更多样丰富 可以应用在医疗 教育 展览 等多种行业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是中国自行研制的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可在全球范围内 全天候 全天时 为各类用户 提供高精度 高可靠定位 导航受识服务 小雅 你能说说生活中 导航系统的应用吗? 每年寒暑假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出去自驾游 到了陌生的地方 爸爸对道路不熟悉 他就会利用导航系统 引导路线 让我们准确无误地到达目的地 谢谢小雅的分享 老师 小区里经常可以看到 带着电子手环跑步的居民 现在可穿戴设备 在我们生活中也挺多的 确实 类似电子手环 智能手表 这样的可穿戴设备 也越来越多地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可穿戴设备 是直接穿在身上 或是整合到用户的衣服 或配件的一种便携式设备 它不仅仅是一种硬件设备 更是通过软件支持 以及数据交互 云端交互 来实现强大的功能 对我们的生活感知 带来很大的转变 但是 也要警方 可穿戴设备 对个人隐私泄露的危险 不能过分依赖 无人驾驶汽车 是智能汽车的一种 也称为轮式移动机器人 主要依靠车内的 以计算器系统为主的 智能驾驶仪 来实现无人驾驶的目的 请大家思考一下 在无人驾驶中 可能用到的信息技术 有哪些呢 小达 请你先谈一谈 好吗 老师 我觉得应该会用到 感测技术 通过感测技术 探测周围的环境 和旁边的车辆情况等 从而做出是否变道 加速等判断和操作 老师 我觉得还要用到通信技术 实时接收道路信息 才能决定走哪条路线 同学们都说得很好 无人驾驶技术 是传感器 计算机 人工智能 通信 导航定位 模式识别 机器视觉 智能控制 等多项技术的综合体 目前 无人驾驶技术 还在试验阶段 还需要不断地改进 才能逐步进入人们的生活 希望同学们 在学习中打好基础 以后也可以考虑 从事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 请大家通过思考与讨论 加深对本节课的知识理解 同学们 在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中 我们回顾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 了解了现有的信息技术 并且畅想信息技术的未来前景 希望同学们在课后 可以通过自主探究 合作交流的方式 探究新技术的应用与奥秘 用我们自己的思考和行动 来描绘信息技术的发展蓝图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座位 中文明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